主席 周委員好 本席在去年3月24號 当晚在行政院 被警察用 铁靴 用他的警盾 警棍 来攻击 那么本席 在4月的时候 去年4月的时候 有提起自诉 但是 现在是被 驳回了啦 那现在案子呢 我放在地检 现在在地检 那我想要问一下 这个秘书长 根据这个刑诉法 第三百三十六条 法院有没有将 不受理判决 送达检察官 我的案子呢 台北地院不受理 这个他不受理 那你们有没有将 这个不受理的判决 送达检察官那里 那个案件确定以后送执行吗 一定要送检察官啊 你们有没有送吗 因为已经快 已经将近一年的时间了嘛 国会议员 被我们的 有公权力的警察殴打 那包括我们有许许多多 手无寸铁的民众 还有学生 他们手上 仅仅只有手机呀 这么样一个完全 没有武器呀 但是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警察 是用公权力 用暴力 来相像 这样子的情况 我们要问检察官 有没有依法 有没有侦查的义务 毕竹长你对于这个案子 你了解吗 你知道本席 有在当场当晚被攻击嘛 也有住院嘛 有更多的学生跟民众 也跟本席 有一样的遭遇啊 但是他们没有这个机会 来这里询问我们 这个中华民国 这么堂堂在高上的官员啊 那本席想问你 就您的专业来讲 这个部分 为什么到现在 快要一年了 迟迟不处理 是检察官的侦查的部分啊 是不是 检察官的 但你们有没有送去检察官啊 你们不受理啊 我的案子自诉 你们法院不受理 你们有没有送去检察官嘛 根据第三百三十六条 自诉案件的判决书 应送达该管检察官嘛 还有检察官接受不受理 或是管辖错误之判决书之后 认为应提起公诉者 即应开始或续行侦查嘛 对不对 你们有没有送去检察官那边嘛 你们把我这个病案了嘛 你们病案了 应该依照法律有这样规定的话 那个 你们应该有送 应该有送才对 所以你并不清楚嘛 对 我不会去 没有个案 你觉得这是个案吗 那你觉得以后 殴打立法委员会不会变成通案啊 不会啦 怎么可能啊 大家不 不是你们这样的事情有重要吗 有重要要办啊 如果不重要当然就是不办就像你们现在这样子啊 有重要你们会像黄世民一样啊 办这个王院长啊 也办这个柯建民总招啊 有没有重要 是因为立法委员不重要 是因为学生民众的生命被打不重要 那我问你 这同一个案件检察官是否应该要并案审理呢 像我们这种案子 我们有好多位 你用你的专业就好啦 他是否应该并案处理 那现在并的几件 当然啦 因为他这个不受理就是认为是同一案件嘛 同一案件的话 那当然是就一定要一起来 一起来看待 一起来处理嘛 那这个是 那个委员讲的就是 检察官在侦查的这个阶段 那这个侦查的不是司法院的 所以你们法院是将这个不受理的判决 已经送去给检察官了是吗 一定会送给检察官的 什么时候送去的 那我这个就要查 因为我们没有去看 你们完全不晓得吗 我们不会去看这个个案的 他们那个检查 检查很快就起诉了一百一十几个人啊 速度很快啊 而且这些人都没有穿制服的 起诉这么快 有穿制服的 你们 也是在睡觉啊 有穿制服的人你们找不到 这个录影的设备 只录到 只录到民众 只录到学生 录不到警察在打人的画面 原来我们的录影设备 行政院里的录影设备是会转弯的啊 只有特定人就对了 特别录那个被打的 会不会那么奇怪呢 我们询问一下这个案子 现在目前进行的状况嘛 因为你们都把我们撤回啦 都不受理啊 是不是 你管辖的台北地院啊 不受理啊 我看这个报纸上面的报导啦 我看这个报纸上面的报导啦 刚刚我们幕僚找出来 请你把这个案子整个完整的给本级好不好 你不要看报纸啦 你怎么会看报纸 你是秘书长呢 你是司法院的秘书长 我不可能每一个案件去 各案各案去追踪嘛 我不可能是这样是追踪的 秘书长 所以报纸上会对这件有特别的报导 他说这个台北地院 不受理的判决 送给检察官以后呢 那检察官认为应该提起公诉 并且在2月10日开始侦查 开始 开始那个侦查庭 所以你是认为也是应该要这样子做嘛 送给你 也快一点了嘛 如果认为是统一案件的话 当然就并案侦查 这么久的时间啦 这个秘书长我再问你啦 这个324当天警察是用警棍 脚是穿着铁靴 这样子全副武装的镇报装备 来对付 前往到这个行政院 他去做抗议也好 或是说去声援也好的 这些学生跟民众 他们手上只有手机 有的大概就照相机而已 我想请问你 这个是不是严重的违反比例原则 还有马政府一再的宣示 国际人权公约 这一公约啊 警方对于没有武器的民众 亦不得持用武器 因此造成学生民众受伤 国家有赔偿的责任 秘书长你同意吗 你同意本席所说的吗 这个个案已经在侦查中了 这不是个案啊 这个数百位的民众还有学生 所以说 那本席刚才有讲到 就是这些学生民众 他们是手无寸铁 那根据 这个马英九总统所宣示的 国际两公约 警方在面对没有武器的民众的时候 亦不得持有武器啊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到 我不知道你们的这些法官 有没有去读到 那一旦我们看到 这些远警 是用这么重装备 去对付 手无寸铁的民众的时候 国家有没有赔偿的责任 你同意国家有赔偿的责任吗 你这些小孩 这些青年朋友民众 白挨打了吗 还是他们本来就 他们活该 不会不会吧 按照国际人权公约 而且你武器武力要相当啊 这是完全不相当的 我不知道你 你有没有知道 我想你看到电视的画面 你应该多少都会看到啊 本席当时候在现场 是一个怎么样混乱的场面 警方是完全失控啊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看到 应该要有公权力的 司法站出来 我只问你嘛 你认为国家有没有 对这些学生民众 他们受害 有没有要负这个国家赔偿的责任 你觉得应不应该 你要看有没有符合这个国家赔偿的要件 我刚才跟你说 你听不懂 我刚才跟你说 一个是全副武装的暴力 震暴装嘛 一个是就是像穿的牛仔裤 带支手机啊 带个照相机啊 的学生啊 还有民众 然后还可能 非常的稚嫩啊 一旦这样子造成民众 学生的受伤 国家有没有赔偿的责任 应不应该要赔偿 这些学生是白哀了吗 这些大人是怎么做事的 这些政府官员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会造成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民众有意见 对 他们 你们说他们闯入 但是 这个源头还是来自政府啦 这个我们不谈 但是现在本期只要跟你问嘛 一个是正报装嘛 一个是手无寸铁啊 牛仔装啊 只穿一件牛仔裤啊 衬衫啊 带支手机啊 他们能做什么 手机可以置人 致人于死吗 但是 警方 是 殴打头部啊 本期也是被殴打头部啊 殴打头部 我想您 这法律专业您知道啊 这是致人于死耶 那不要谈我啦 这么多学生民众 他们也都被殴打头部啊 把刀丁管缝了好多针的 在在都是啊 国家有没有 应该要负起 国家赔偿的责任嘛 他们 犯的法 他们会自己去致富嘛 但是国家这样子的行为 应不应该要国家赔偿啊 你是专家啊 你这个是有可能设送的一个案件 我就不便在这边来表来做一个 yes或no 这样一个斩钉截铁的一个回答 因为这个个案 个案要 要将来 这怎么是个案呢 这将来 这将来 快要到了耶 这政府要处理得已耶 时间又快到一年耶 要倒坐了耶 要倒坐了 我们没看到 这些警察 不管是行政处分 司法处分 监察处分 什么都没有 这还像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吗 shame 真建设啦 全世界都在看耶 全世界看到我们的警察 去打我们的学生啦 跟沾 结果现在现主持 行政没处理 舒缓也没处理 我只问说 对这种的工作 这种的事情 有没有国家应该要赔偿的责任嘛 根据国际 人权两公约啊 警方面对 无武器的民众 亦不得持用武器 因此造成民众受伤者 国家有赔偿的责任嘛 你同不同意嘛 我只问你这样 你同不同意嘛 这是国际人权的规范嘛 那如果说 这个受伤的 所以我们不是一个有国际人权的地方吗 这个国家中华民国 没有国际人权吗 没有要按照这样走吗 如果这些抗疫的受伤的民众 认为说要请求国家赔偿 他要提出来嘛 司法是被动的 司法没有办法 那你认为有没有 他们国家有没有要有责任嘛 我只是 其实我问你的意见 其实我 我想了解 像你们这样专业的 专业的这样子在看 看这些法律 看了数十年啊 这个案子 当然也是 得一败化新啊 但是你去看 他这个非常的不相当啊 过去在威权时代 威权时代的很多人权的案子 我们都还没有还没有继续追啊 这个就发生在去年啊 离我们这么近啊 距离我们这么近 我们都还可以完全不在乎 当做没看到 当做不知道的话 那我不晓得这个国家 还号称民主国家 这要怎么走下去啊 民主要有法治啊 法治之不章 民主何以为国啊 我只是问专业的您啊 您这么专业 两兆这么不相当 国家哦 这是国家公权力哦 今天不是说两边的黑道 还是什么两边在打架 今天不是这个哦 那今天也不要说 打到我国会议员了啦 我问你这些民众 民众哦 没有武器 警方全副武装 这样就打 这样对 这样不用赔偿 这很清楚嘛 这这么清楚嘛 国家应该要主动 去做这样的一个提起嘛 司法 你要请求国赔的话 你一定要提出来 那我问你说你同意吗 我没有说 我没有说要你这样 我只问你说这整个案子这样听起来 本席这样也跟你讲了 也让国际公约让你知道了 你同意吗 你同意其实国家应该对这些受害的 受伤的民众 要有赔偿的责任吗 你已经变成一个个案 即将变成一个个案的话 我就不变在这边 来就个案来表达 没有即将要变个案 全部都被你们病案 全部都变你病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这不是个案 谢谢 这是通案啊 就是未来警方 还可不可以这样子 面对手无寸铁的民众 再这样打嘛 不管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嘛 这怎么会是个案呢 秘书长 你一直讲个案 那未来立法委员 如果去那边去安抚 也被打 也被警方打 这是个案吗 这不是个案啊 卖上面都用个案 当做都没有事情 你的个案 你把它处理得宜 将会变成通案啊 大家以后会 有所准则啊 对不对 刑事准则嘛 公务员就是按照 按照规则 按照法律来做事嘛 现在就是无法无天啊 无法无天啊 就你们还不为 接着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不晓得啊 会有再多大的抗争 我们也不知道啊 这被打的国会员 不会只有台联的议员而已啊 不会只有台联的国会议员 也有可能会是 国民党的国会议员啊 这是通案啊 不是个案 秘书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